这里是沈阳故宫 他是清朝早期的皇宫 相对于北京故宫 沈阳故宫的规模并不大 这里曾经入过清太祖卢尔哈世 清太宗皇太级 还有清朝的第三位皇帝顺治 现在我们进入沈阳故宫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崇正殿 这里是清朝皇帝皇太级平时处理政务的地方 崇正殿是整个沈阳故宫最重要的建筑 这龙椅看着也太漂亮了吧 门口的这座石狮子得见证了多少历史 这里是凤凰楼 曾经是皇帝的后妃们读书和吃饭的地方 你看过孝庄密室没 这里是孝庄太后曾经居住的地方 看着布局陈设非常的简单 顺治皇帝就是在这个屋子里出生的 顺治是康熙的爸爸 雍正的爷爷 我们现在来看看皇太级和皇后的房间 听说皇太级就是在镜头前这个火炕上架崩的 文元阁 著名的四库全书就是藏在这个地方 这里边木头的味道非常重 皇宫里的器台是皇帝平时休闲娱乐用的 器台左右两边是王公大臣坐的地方 皇帝坐在器台正对面 这位置绝对的C位 金带钉更重 重达6000斤 上面的字你们都能认出来吗 这里都是清朝时期世界各国制造的中标 这是清朝自己制造的象牙中标 不知道在哪里显示时间 大正殿是沈阳故宫最早的建筑 建于努尔哈赤时期相当于是努尔哈赤的金鸾殿 可惜没等建完努尔哈赤就病逝了 刚把电冰车搬了 这公屋就进了好几个蚊子 也看着飞进来的 没办法 一下雨的话蚊子多 这些蚊子就喜欢往暖和的地方进 以后点的温箱全把它清死 不把它清死 今天晚上我就会被他们咬啊 今天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万能胶 两块钱一罐 这个东西啊 我之前在另一个城市 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买到 今天终于买到了 因为之前买的都是那种哥俩好之类的 不太适合我用 我觉得车里背一个这种胶 还是很有必要的 给你们看一下为什么 窗户 上半部是沙床 下半部是这个隐私帘 然后呢 这个 沙床里边有这个磁铁 上面有 下边有 这两个一吸 但是这个不知道质量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 经常开就 今天这块开了 明天那块开了 然后导致我就得经常 沾沾补补 这面窗户也是一样的道理 今天这块开封 明天那块开封 导致就得天天沾 这个是我昨天刚沾的 现在刚沾完 不知道哪天 还有没有地方又要开 所以车里背个胶还是有用的 另外再看一下 这个窗户现在变形了 看到没 这边都是推到推到顶的 但是这个 它就这样子 这个是这样的 回头这个我得去防车场 去他们山西防车场 给我处理 不太好看 点了一份蒜香小龙虾 味道美极了 准备尝一尝啊 这一份小龙虾39 加上这个打包盒 一共40 怎么样 值不值 看一下这个头不大 个头不大 闻得挺香的 先尝一尝啊 先来个虾尾 先来个虾尾 还可以 挺好吃的 不是很辣 点了个烤面筋呢 看看这样子好像没熟呢 看看 第一次吃过这样的烤面筋 烤面筋不是太好吃 两块钱一个 又点了一份这个馒头片 晚上没点太多 这些就足够吃了 吃饱了 喝足了 准备sleep了 睡觉了 睡觉的时候都是把这个天窗关上 我这个床很多人都说短 其实不短 它有一米九多 看小小干嘛 在这呢 刚才没喂他那个小龙虾和那个烤串 结果他自己馋了 把他狗粮吃了 就得这样 狗的话 狗的话你就不能为他人吃的 为他人吃的话 他馋了的话就不吃狗粮了 不吃狗粮 人吃的太险了 对他就不好 所以得狠下心来 臭幼 过去吧 臭幼 睡觉下去 睡觉下去 臭幼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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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看一下臭幼在干嘛 这是我之前 在家给他拿的球 他在家里的玩具 想起来玩的 我一直忘了给他拿出来 今天才给他拿出来 车里边都给他背个玩具 这样的话 以后我出去玩的时候 不方便带着的时候 让他自己在车里也可以玩 看 出去玩的可开心了 往后休息啊 小小 球呢 球呢 睡了一觉醒了 现在是凌晨三点 有点门 刚才开了一下这个窗 天窗 结果发现外边下着小雨 也不开了 继续这么睡吧 车里边还是非常安静的 今天的录音地选的也非常的棒 很安静 现在个问题就是因为有蚊子 我经常开门箱 这是我电门箱 然后抽油经常在我这个床底下睡觉 一直在门箱旁边 每次赶他 他走了以后又过来 我不知道这个门箱对抽油有没有影响啊 抽油闻到不会中毒吧 抽油 抽油 谢谢啊 几发妹 买得高 谢谢女士 目前看没事 目前看没事 抽油已经在我这个床底下 睡了几天了 没有中毒现象 睡觉的时候 我这个前面这个脸就倒了 因为它是遮阳脸 即便是大中午的话 我这个卧室也是不透过的 非常的安静 休息特别好 睡眠质量也提高了很多 困了 继续睡觉 关灯 门箱 这都不能用来 去处理 明天 我是小姐的 小姐的 老师 这都不能冴 你 怎么